我今天受到一個Youtuber邀請 要跟他拍一個合作影片 他希望接下來有30天他要挑戰一個訓練計畫 他希望我來幫他制定這樣的計畫 還有觀察一下他的跑步動作有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現在去找他吧 我今天來到國務健身館這邊的TFL 就是淬煉訓練動作 然後待會會有一個 一個Youtuber 叫球別鴻俊 待會會幫他制定一套的跑步訓練教學 還有計畫 幫助他可以完成他接下來的跑步訓練 OK 我們等他來吧 大家好 我是彭尊 嗨 我是漁衛跑步教練Jerry 那我今天會幫彭尊制定三個環節 來幫助他完成他接下來的訓練計畫 所以待會的第一個環節呢 會先幫他測量全部的身體組成 了解一下他現在的身體狀況 那第二個環節呢 會幫他制定屬於他專屬的訓練計畫 那這個訓練計畫呢 可以幫助他接下來的跑步訓練當中 更有效去達成他的目標 那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針對他現在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他跑步姿勢 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變成更好的 所以待會我們就往這三個目標前進吧 那我們開始 Let's go 我的InBody數據已經出來了 Jerry現在要幫我分析一下 好 沒問題 可以看到他的身體組成呢 其實這邊是一個我們所謂的D型曲線 所以代表他的肌肉占比是比較高的 那這團是在球類運動或是重訓運動員才會看到的曲線 所以在這方面 那個彭尊這部分其實是表現得非常好 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們會看到下面這邊 BMI跟體脂肪率 這兩個是大家比較常見的數值 那以BMI來講還是在稍微的有超過正常範圍 但這個數值是還可以接受 那體脂肪率來說 15.2其實對於一般人有運動習慣來說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數值 那這個曲線來講 如果要有更明顯的肌肉線條 其實在低一點的話 他的肌肉型態會更明顯 好所以整體看起來 空中的身體組成其實還不錯的 那這邊的健身評分來到了83分 這個分數其實對這邊來講是還蠻高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接下來三天訓練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重要的改變讓得分變高吧 好 Let's go 那這一次呢我要挑戰的是 最後目標是10公里 但是我要跟一拳超人挑戰會有點不太一樣 我不希望這次的挑戰會造成我身體上的不適 最主要還是培養我跑步的運動習慣 那針對彭尊之前給我看過一拳超人的刻表呢 其實他的刻表原則是比較土法練鋼的方式 他每天都做一樣的刻表 對 持續了30天 但他其實這樣對身體是會沒有恢復期的 對對對 所以針對這個方面我們有稍微 針對他這樣的狀況來做一點點的更正 那可以看到這邊的刻表 在刻表當中呢 可以看到四周裡面的強度是循序漸進的往上 我們在第一周目的是希望彭尊先可以累積有一個良好的跑步習慣 在第一周裡面我們沒有設定任何的運動強度 只希望他可以達到完成時間 開始習慣這件事情 每天跑步這件事情 他可以在每天跑步當中達到我給他的目標 第一天可能是30分鐘的慢跑 不管你跑多快 你只要把30分鐘完成 這就是你的刻表完成達到 那第二天可以看到 刻表就稍微有減量 變成15分鐘的慢跑 那為什麼要減量呢? 因為如果對於一個你平常完全沒有在運動 但是你剛開始想跑步的話 持續每天都做一樣的強度 都沒有規律的休息的話 對於你身體刺激 會過度刺激 沒有給他恢復的時間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會越來越疲勞 那你可能就會有疲勞性的一些傷害啊 或者是你比較容易受傷啊 對對對 所以這部分在刻表中可以看得出來 每天都有強弱強弱的穿插 目的就是希望彭尊在訓練之餘 身體要有一個適當的恢復時間 那第二週開始就會開始加入有一些強度的限制 我們會從3公里開始為目標 雖然每一次他跑30分鐘一定都超過3公里 但在接下來的3公里當中 我們會把速度越來越快的情況 希望他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第二週會有3次的3公里刺激 那每一次的強度會從20分、18分降到15分 那速度會越來越快 那有達到這個目標呢 我才會繼續往5公里去挑戰 對對對 那如果他已經可以撐過第二週LV2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就進到第三週 那第三週就會從3公里變成5公里的訓練內容 那5公里一樣會有3次的挑戰 一樣是從1公里7分數、6分數、進步到5分數 那在每一次的5公里當中 一樣中間都是安排慢跑 目的就是希望讓他可以身體有個良好的恢復時間 那透過慢跑、刺激、慢跑、刺激 他也可以藉由這樣的訓練模式慢慢的增進他的體能 OK 那最後一週 也就是LV4、LV4當中 我們會把強度拉到8公里的挑戰 但8公里一定會有人很好奇 為什麼跟前面幾週都不一樣 在測驗前 測驗節可以看到這邊 測驗前會開始把你的課表調降 那這個目的呢 其實是希望你身體在訓練、測驗最後的10公里前 可以有個良好的休息 那因為身體的刺激 其實就跟你在壓球一樣 如果你在水當中 你把球一直往下壓 但你都沒有把它放開的話 球永遠都不會往上彈 這就跟訓練一樣 訓練當中要不斷的刺激 刺激你一定要放鬆 他才有適當的回彈 回彈這個進步 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在比賽前 就最後一個測驗前 讓他有良好的休息 才能夠回彈起來 才可以彈得越高 沒錯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幫彭尊制定了30天課表 希望他可以在30天當中完成這次的挑戰 那這課表呢其實 針對每一個人都會需要做一點調整 在其中我也會再做一些調整 那等一下呢 Jerry就會帶我去調整一下我的跑步姿勢 Let's go 那在訓練前呢 可以看到彭尊的動作其實是頻率非常慢 所以在針對這樣的情況下 我幫他調整了他的白手 希望他的白手可以藉由頻率變快的方式 讓他腳換步可以加速 那接下來呢 是主動讓他訓練有一個身體前傾的動作 讓他可以在跑步當中 利用身體中心前傾來帶動他跑步的動作 現在已經特殊到一半了 他的問題呢 大概就是他會有比較容易身體過於前傾 然後肩膀太用力導致他有一點特別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先針對這動作來做難練 那接下來就練馬克朝 因為他頻率有點太慢了 可以看到彭尊在左邊訓練前的影片 身體區幹是有點脫背的 而且在落腳的位置 離身體重心在那方都是有點遠的 導致他的頻率太慢會有容易受傷的情況出現 那在訓練後呢 他的頻率變快了之外 他的落腳位置也更接近他的重心正下方 那在這些地方的改善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他的跑步運動傷害出現 也希望他在接下來的訓練當中 都可以把動作維持得更好 那今天的訓練呢 我才發現 跑步是裡面非常多學問在裡面 所以這30天我也希望我可以從 今天學到像呼吸 跑步姿勢的調整 還有馬克超 可以在30天之內改善我跑步的一個步伐 讓我從有意識的跑步 再進化成無意識的 那如果你要了解更多關於跑步相關的資訊 記得訂閱 我是哲瑞Jerry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非常多關於跑步相關的知識內容 我都在我頻道的教學喔 那我們30天後來看看效果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也好好盯著你喔 好 沒問題 掰掰 好 好 好 再一趟 OK